如今,37年过去了,阿南成为了一名大学老师,有了自己的女儿,但是他的每一任妻子婚后都活不过一年,他对此很是在意,觉得自己身上有噩梦一样的东西存在着,为了不伤害任何人,他独自一个人生活了很久。 在医院拆除的这一天,他选择离开人世,对着他昔日画下的画像自言自语,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阿葵的存在。 原来,那天晚上阿葵是可以带走他的,但是因为自己真的爱上了阿南,于是选择一直陪在他的身边,等到他去世的这一天,还不喜欢他娶其他的女人。 所以,阿南的妻子都活不过一年,最后,阿南平静地和阿葵离开了,而故事也到此结束。 一部很凄美文艺的爱情恐怖电影,其中的爱恨交织很是扭曲,养母由于自己的自私,害了女儿,害了阿南,更害了自己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